你是说我控制住你的队友 这里毕竟是我们的地盘 其实我没必要和你解释 我和你确认一下 你把我们骗到这里 然后控制了我的队友 还不准备跟我说明原因 是又怎么样 在天堂口我就是规矩 我最后再和你确认一下 你把自己当成一个土皇帝 所以加入天堂口的人 都要无条件受你指使 听你拆解 并且不能提出疑问 是吗 虽然有些偏颇 但大体意思差不多 我并不是什么土皇帝 只是这个地方的首领 你俩这是在聊什么呢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怎么搞得这么严肃啊 楚天秋虽然是我们的首领 但他的目的是带领我们出去 大家毕竟还是队友啊 你能往后退一退吗 你是想打量一下我的身材吗 我只是怕伤到你 楚天秋你在跟我装什么 装 你说我在装 我可不管你是天堂口的首领 还是统治这里的生命 你为什么要招惹我呢 我哪里招惹你了 上次我来找你 你故弄玄虚的耽误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知道当时的半个小时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吗 这一次我相信了你带着纵人集体过来 以后二话不说绑了我的队友 你等等 你听我说 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 我这一生最讨厌的事 就是超出我预料的事 接下来不管你说出多么让人震惊的真相 我都准备打破你的脑袋 旗下你等等 你不能在这里杀楚天秋 那么我在哪里可以杀需要特意把他搬到走廊去吗 如果你现在杀了他 我们就没有出去的希望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死了都能活 这一次我打烂你的脑袋 让你长个继续 来世也在招惹我 不要 我现在还不能死 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 记得什么了 不能招惹你 为什么绑走乔家剑 你果然是个厉害的人物 本以为今天能给你个下马位 可却差点被你的马踩死 楚天秋 收起你的套路 我不是寻常人 如果你一直跟我耍小心思 我会得到一个可靠的队友 只会激怒我 旗下 你的队伍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走出你们房间的男女比例有问题 应该是六男三女 可如今却是五男四女 嗯 我知道了 然后呢 然后 你的队伍里面 极有可能混入了极道者 我不确定闯入者究竟有几个人 所以将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了 我说我知道了 还有其他的理由吗 你 难道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你这个人简直太可怕了 楚天秋 你发现我的队伍中有极大 不低调地找出这人 反而大张旗鼓地砸扫精神 你如此大惊小怪 真的是个聪明人 你 是我知错了 我没有想到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 但这个人很奇怪 我在很多人面前 暴露过自己毫无防备的时候 但既没有人伤害我 又没有人抢夺道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既然根本没有人图谋不轨 你怎么知道队伍里有极道 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一开始的面试房间里 都是九人吧 我们的房间里 有十人 十人 既然你所在的房间是十人 你又怎么推断出 我们的房间是九人 因为当我们九人 走出房间的时候 人龙说我们房间里的人 是全员存活 我们的房间中 有九块桌板 说明这本就是 给九个人称 所以我大胆地推断 我们的房间中 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发动了 某种特殊的奴隶 或者直接买通了任阳 而任阳杀死了 我们房间真正的参与者 为他 就是保下他的身份 楚天秋 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们房间的人员配置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它几乎是天堂口的核心秘密 天堂口的核心秘密 不就是那本笔记吗 这难道是笔记上 记载的那个 保存记忆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只有少数人的记忆 可以保存 答案就是回想 只要在十天时间内 听到回想的人 下一次轮回 就可以保有记忆 还以为我跟李警官 确实是回想着 他们保有记忆是盛场 可我为什么也记得一切呢 我难道回想吗 不如真的回想了 那获得的能力又是什么 西夏 看你的表情 似乎不知道自己回想了 我确实没有印象 当时我离剧中很远 有可能我错过了这个信息 城市东南西北 四个角落都有剧中 应该不会听不到的 原来如此 剧中有四座 难道我没有听到钟声 是因为到达了城市边缘 旗下 你不知道上一次经历中 自己为何回想 所以无法在这一次的经历中复刻 你并不能稳定的获得回想 也就不能稳定的把我记忆 怪不得刚才我说 要敲碎你头颅时 你说我现在还不能死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来得及回想 如果现在就死了 之前的记忆就都不复存在了 是 但我还是要奉劝你 甚至要找到自己回想的原因 否则你会迷失在这里的 如果李警官回想的奇迹是冰死 大理论上 他绝不可能丢失记忆 可看李警官的样子 他仅保留了一次记忆而已 难道我们仅仅经历了两个卤回 不对 李警官可能上一次卤回 就已经保有记忆 但是听从了任阳的指令 既因为隐瞒 既然如此 他应该知道张女士就算溺死 几天之后也会复活 为什么还要打断自己的胳膊去救他 会不会我们九人在某一次轮回中 都没有回想 同时丢失了记忆 无限猴子定力 如果让无限这猴子 花费无限多的时间在键盘上 随机撬打刺 那么他们当中的母一只 一定可以在某一天 连续 准确地敲出莎士比亚的所有注冲 如果我们轮回的次数足够多 那一定会在某一刻 以极小的概率发生全员失忆的情况 所以白虎才会说 我们被困在这儿生了死死了生 谁都出不去 楚天秋 出去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三千六百颗盗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们的谈话终于进入了正体 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全都是机密 三千六百颗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而且在收集的过程中 集盗会阻挠我 所以我们只能在表面上收集盗 但实际上进行我们自己的既往 天堂口的人口口声声说 要攻破所有的游戏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轮回 但城市中的生肖不行 那代表了什么 代表只要我们花费足够多的时间 就一定可以堵死所有的生肖 原来如此 怪不得是攻破所有的游戏 而不是通关所有的游戏 假如这座城市里的生肖全部都死了 游戏和道就没了意义 最上面的人自然要出来见我们 那时就是我们出去的机会 也就是说 天堂口的最终目的是直面举办者 为了这个目标 我们可能会思许多次 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无线猴子定理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会达成这个目的 我曾参与过两次地级游戏 根本找不到赌命的契机 在地级游戏中 我们本来就会丧命 又怎么拉生肖下水 与地级赌命行动 我们仅仅进行了一次 那几乎就是必死的游戏 在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之前 暂时不考虑和地级赌命 人级生肖每个动物都有9到12位 而地级生肖每个动物有2到3位 现在仅仅是和人级生肖赌命 就已经让我们的伤亡惨重了 我们从市中心一直向这里进发 几乎扫平了沿途的生肖 但也仅仅消灭了人级的一半 三个月前 我们开始扎根在这个学校 准备以这里为根据地 再度向附近出发 市中心内确实很少能见到生肖 大多都是原住 原来是天旁可的杰作 我曾经有一个队友 他跟地马赌过命 他输了而且没再出现 你是说他真的被淘汰了 没错 我们来自同一个房间 自从他与地级赌命失败之后 不管轮回几次 那个座位永远是空着的 那个女孩叫许刘年 她在现实中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她性格很好 还会点三档 很快就成了队伍中的主力军 我们当时参加了地马的竞速游戏 我来讲一下游戏规则 每个队伍一辆自动挡的老旧骑车 用于双方竞速 我手中有八张卡牌 两队轮番挑选自己需要的卡片 挑选完毕后 我会将未得到的零件从车上拆除 参赛的两个人猜拳 胜者可以优先选择卡牌 败者可以选择自己的车子 摆放在内侧跑道或外侧跑道 那么接下来 游戏开始 我赢了 斯基玛 我要跟你 总病 我劝你不要冲突 我感受到此场地 触发赌命 裁判空缺 特来补足 地马请参赛 宣 宣武大人 你竟然猜拳后在赌命 这 这不合规 这里好像并没有禁止在游戏中赌命了 他的行为完全合规 并未犯规 我可是地级生肖 和我赌命 你会后悔的 大胆不得喧哗 游戏继续 若是双方轮端挑选 不妨一定要拿到杀手和游戏 小年 先拿刹车 那其中一个游戏 我就收下 在原先场地竞速 对方第二个肯定要挑选方向盘 小年 拿下游戏 那我选 车门 拿下了方向盘 竞速必备的三样零件已经集权了 这张卡 我要坐椅 地马计测到底是什么 若他始终不拿方向盘 要怎么都不问道 拿下方向盘 这样我们就绝杀了 对方现在只有游戏 坐椅 车门挡风玻璃 车子完全无法操控 只要我们度过第一个弯道 比赛就可以寻找胜利了 比赛开始 旗下 不错 要迎线上竞速比赛 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 率先到达终点 第二 失去一个司机 地马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方向盘和刹车 旗下 你知道当我们看到小年死了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下次要换个战术 这个地方真的太可怕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之中 我们完全失去了对死亡的敬畏 小年从那天开始 再也没有出现了 你们至今为止 连一个地级都没有杀死吗 是的 天级呢 地级之上还有天级 如果你们连第一级都杀不死的话 又为什么定下这个计划 旗下 我们来到中烟之地 满达满村已经两年多了 这两年多我们基本上 转变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可却从未见过天际生肖 你的意思是 这里不存在天际 我不敢确定 目前已知的情报就是如此 我给你们分享一个 可能颠覆你们计划的消息 其实我见过许刘年 许刘年根本没有被淘汰 而是即将变成原住民 你是说变成巅人 你们这里是这样称呼的吗 良人和巅人 它游离于良人和巅人之间 看起来还有旧 小年在哪里 我要去找他 从这里出去 有一条大路 顺着这条大路向北 走大约二十五到三十公里 在一座破败的黑色大楼旁边 有一辆老旧的出租车 许刘年就在哪里 云阳 后院的车子差不多修好了 你带着小眼镜 和靳元勋一起去吧 就算小年是个巅人 你一定想办法把他带回来 把我的队友放 那个集到我会注意 本来还准备了一个迎新会 现在估计 要暂时往后放一放了 张山 刚才都是一场误会 把旗下的人都放了吧 你们没事吧 我们能有什么事 倒是你 怎么现在才来 我去见楚天秋了 乔家记没来吗 那个疯狗在另一个房间 我早就告诉他 如果不动手 我就给他吃的和喝的 可他死活不听啊 少得我把他带过来 你们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应该就要进去游戏了 韩依莫 我有事情问你 你给我们来一下 韩依莫 什么是七黑剑 七黑剑是我小说中的一把剧剑 他按照自己的喜好赏善罚了 被他认定为善之人 赏赐文音一两七千 被他裁定恶之人 定为剧剑刺穿丹田 你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你编的 跟我说实话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编的 我的大脑中有一个世界 随时都在等待惊险而出 所以我不能待在封闭的环境之中 否则我的大脑会不受控制的胡思乱想 你是说 这把剑是你的胡思乱想吗 对 我很害怕七黑的环境 我担心自己会死在这里 后来我的思绪飞跃 担心那把七黑剑 会像故事中记载的那样 刺破我的丹田 结果在那个七黑的里面 我真的被刺穿了 照理这么说 七黑剑根本不应该存在于事 这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 可为什么它会刺穿你 我不知道 焦灾根本不会让韩一墨 提前预知威胁 而是韩一墨相信这个灾难会发生 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 本以为将它带在身边 可以规避灾难 可它的存在本就是灾难 第二次终生至今都没有想起 韩一墨仍然在照灾 韩一墨 你现在感觉害怕吗 这里灯火通明 看起来也没什么危险 可是谁也不知道 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 旗下 你说我们会不会 永远地出发 我们一定会从这里出去的 对 韩一墨 你可千万别胡说乱讲 我和旗下会带大家出去的 你俩怎么了 没 没什么 你俩真的好乖 阿姨也把我叫到操场中央 结果话又不说清楚 我有点困了 先回去了 李警官 你还记得自己的回响吗 我上一次回响了吗 我只记得自己抽了热烟就没了意识 问题就出在那根烟上 你从老旧的烟盒中掏出了一根干净的冬虫下草 一个用了很久的Zipo打火机 你还记得吗 我隐约记得自己在死之前好像抽了冬虫下草 可我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打火机的 那是萱萱用自己的鸭碎钱给我买的礼物 我平常一直带在身上 李警官 我怀疑你的回响非常强大 可以凭空变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你说啥 你是说我不仅回响吗 是你还变成了萱萱送我的打火机 是的 旗下 我似乎找到了一个逃出这里的方法 是什么办法 想办法让我死 我会在濱宁死亡的时度 逃出三千六百克 这样你们就都能出去了 你疯了 试一试也未尝不可 说不定你的猜测是正确的 我们出去了 那你怎么办 你再集齐三千六百克道的瞬间就死了吗 根本没有出去的权利 旗下 我最好的结局就是为了拯救众人 而死在了这里 我们有陶子 没法回去 李警官 你来自二零一零年 对吧 是 我给你一个联系方式 你回到现实世界之后 联系当时的我 我会帮你对付张华南 联系当时的你 旗下 你来自哪一年 今年多少岁 我来自二零二二年 今年二十六岁 他斗不过十四岁中 旗下 你真的是个骗子 那不重要 你只要记得 我会帮你 而你作为交换 答应我不要轻易为了别人而断送自己的性命 我答应你 但若是我在某一次游戏中 死于意外 那我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这个能力 行吧 旗下 你的回想是什么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情况可就难办了 也就是说 下一次你不一定会抱有记忆 李警官 如果下次我忘了一切 你只要告诉我 余念安说 东东东 我就会明白一切 这是只有我和他才知道的秘密 东东东 门外是谁啊 哦 原来旗下在家啊 半天不理我 我还以为旗下不在家呢 经假以双方友好协商 自愿签订文协议 天荣是假号 只要任阳让面试房间之中的人全部消失 并且保持三次轮回 他就可以飞升成为地亚 生肖的目的和天堂口一样 要在一次次的轮回中杀死对方 若是天堂口的计划不牢靠 那么成为生肖呢 倒对生肖来说并不重要 只要杀死足够多的人 就有权力获得生肖飞升对赌合同 难怪任阳和地牛的力量 比普通人强大许多 他们开始渐渐脱离人的范畴 外貌更趋近于怪物 童眼之地就像一个大型的流水线 似乎在生产着什么东西 医患管理区又是个什么东西 想要搞清楚这些 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疯子 然后再用疯子的视角 重新审视这个事情 我们知道了生肖的动机 也算拿住了对方的软位 合同里写着 这份合同只有四个分位 说明五道失调 会应该存在于合同部 难道说这份合同是被改过的 但这并不奇怪吧 你都能凭空变出香烟 我也能理解合同上凭空出现文字 你的理解包容性有点太强了 我怎么就理解不了 1.合同标的屋 1.1 本合同适用于人籍生肖 在签订本协议时 生肖确认已无剩余数量的道 并自愿进入面试房间 成为房间助力人 1.2 自合同签订至日期 乙方甘愿堕入无限轮回 直至合同到期 或房间内空无一人 1.3 若乙方出现连续三次空房间的情况 请乙方立即自杀 甲方会第一时间履行甲方义务 1.4 乙方会在合同完成后 晋升为第一级 并离开面试房间 1.5 若在合同期间 乙方思维不再正常 或出现其他无法沟通 包括但不限于颠狂 致力缺失 楼里化等情况 本合同自动作废 2.2 双方全力及义务 2.1 甲方应保证 乙方在签署该协议之后 得到肉体强化 强化标准应大于最强参与者10倍 甲方承诺 该强化不会随着乙方离开面试房间二小时 2.2 甲方保证 乙方会在每次死亡后保留记忆 并顺利复活 直至合同完成 获乙方违约 2.3 乙方承诺 签署此协议时 本人不存在回想特性 否则可以甲方造成的损失 由乙方一力承担 2.4 乙方承诺 会给参与者建立正确的世界观 并保证 能够正确引导参与者主动 自愿 坦然走向死亡 期间 乙方不得滥杀无辜 公报私仇 2.5 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协议时 承诺 双方神志清醒 思维正常 能够进行简单交流 否则 本协议作废 3 注意事项 3.1 所有参与者皆为人类或人形生物 若在参与者中见到生肖或非人类生物 不要试图与对方交流 请马上自杀 3.2 面试房间为全封闭守房间 若在面试房间中见到璀璨星空 请确保乙方神志清醒 若清醒 则立即紧闭双眼 马上自杀 3.3 面试开始时 全员都不可行动 若乙方见到有人走动 请立即远离走动之人 确保自身安全之后 请马上自杀 3.4 甲方绝不会主动出现在乙方面前 若有人声称自己为甲方成员 请乙方将其击杀 并马上自杀 3.5 若自杀失败 请尽可能破坏自己的双眼 以及听觉 在面试房间之中 安静等待救援 甲方将派出专人 将乙方杀死 3.6 参与者人数应小于等于9人 若发现参与者多于9人的情况 请先确认乙方神志是否清醒 若清醒 设法杀死多余人员 并在游戏结束后自杀 3.7 本合同规定内容到 4 合同期限为止 若以方发现合同分类超出4条 请确保本人神志清醒 若清醒 则立刻撕毁合同 并马上自杀 4 合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10年 10年后 无论对赌是否成功 本协议自动作废 5 合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即永恒 本协议永不作废 6 请无视以上内容 马上自杀 7 请马上自杀 8 请马上自杀 9 请马上自杀 10 请马上自杀 本协议一事两份 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拥有最终解释权 甲方 殷魂管理局委托代理人 天龙 义方 征销代号 任阳 张强 七强 你怎么想 总之这份合同的事 咱们先不要告诉别人 直到出现下一个 我们能够信任的回想者 对了七强 这东西给你吧 给我 如果我全拿走 肯定会引起队伍里 道德高手的不满 上次我给了你一颗 这次我拿回来一颗 就当扯平了 站住 姐姐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闯入 偏人仔 偏人仔 谁闯入的 我也不知道 偏人仔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想抓住那个鬼 偏人仔 你看那个大资牢 他看起来快睡着了 我要去踹他一脚 你为什么要去踹他 下战书们 我现在踹他一脚 他就会发火 他发火 就会和我单挑 单挑我就会揍他 这就是我的全部计划了 你这也能称得上计划 我建议你们 找机会结识一下 他不仅有两下子 而且人还不错 你们两个若是能联手 估计都能无伤打死熊 打死熊 虽然我乔宇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假设现在有一头熊 站在我面前 要和我单挑 我绝对绝对 不可能动他一根寒毛 只会立刻 恭恭敬敬地 给他跪下 认输 然后等死 满一秒 都是我不失抬举 改天让林晴 给你看看病吧 我看起来病了 咱们走近到 比他快一步来到这 但是没有人逃离 这能说明那个黑影 来自天堂口内部 看来几道早就 渗入了天堂口 但我真的搞不懂 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不用等了 我们走吧 骗人宅啊 我们是不是要让 这个地方的卡龙霸击 借我们处置一下公道 这小贼都闯入 我们的地盘来了 是不是有点目中无人了吗 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闯进咱们的房间的 也有概率是 楚天秋的人 起下 楼上怎么都乱成一团了 你们俩怎么从外面进来 没事 我可能看错了 这个黑影追了半天 怎么追你自己 明瑶呢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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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是蝼蚁 吓死我了 明瑶 怎么样 找到小年了吗 没有 旗下说的那辆出租车 我们找到了 上面挂着小年的照片 但是小年不在那里 不在 为什么小年的出租车 会出现在中烟之地 这也不是他的回响啊 不管怎么说 我几乎可以确定 小年在中烟之地活着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早晚会找到他的 你们辛苦了 今天休息吧 剩下的人行动即可 那怎么行啊 今天可是我跟旗下第一次并肩作战的日子 就算我再困都要坚持 什么 和我并肩作战 是啊 这是天堂口的规矩 由我带你们去参与游戏 考察一下你们的本事 我先声明 以前没有这规矩 那我的队友呢 他们怎么安排 你想亲自安排的话也可以 说没什么特殊要求 我会让他们 参与一些人际的游戏 有一些已经有了完成的功率 可以进行赌命了 队伍当中 有个女人叫萧冉 她心思缜密 温柔游脸 还有一个男人叫做赵海伯 她智力抄寻大公无私 我希望能安排这两个人 去参与一个人兔的逃脱类游戏 我把地图画给你 我们以天堂口的身份参与游戏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没有 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行动就可以 但是天堂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将所有同伴的尸体带回学校 统一按照 我不允许我的伙伴 暴食荒野 云瑶 这是今天你的游戏安排 顺路做了 好 我会和旗下一起加油的 用咱们三个行动吗 我能带谁啊 小眼镜和金元轩不爱搭理我 楚天秋又要再次作证 你说我好端端一个idol 怎么混成这样 姐 我什么时候不搭理了那样 你看看 听到这个人叫我什么了吗 他叫我姐 还不如不搭理我呢 我 云小姐 我也不是不搭理你 只是咱们俩确实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你听 云小姐 三个字多么的响亮 我得有二十年没听过这个称呼了 听起来似乎是你不想搭理他 而不是他们不搭理你 都一样 反正我和他们俩互不搭理 你们俩要出去参与游戏吗 是 带上我吧 我没法留在这里 这里容不下 你和我们一起吧 如果获得到 我会分给你一份 既然如此 那我得先和你说好了 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只是为了到 你们可以不用相信我 好 我知道了 爱豆 我们三个身上可穷的小叮当 你确定要和我们一起吗 亲家 今天我就让你感受一下被富婆包养是什么感觉 今天的门票我请了 你只需要提供大脑就行 小姐姐 你来这里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 我是 她怎么在家待业吗 你没看她穿的这么少 她是睡衣 是这样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云瑶 是个偶像组合的主称 小姐姐 你长得也很漂亮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要不要考虑成为爱豆 爱豆 我都这个年纪了 而且我也不配成为偶像 不配 小姐姐 你看起来非常难过 以前有人欺负过你吗 你 你一看起来很喜欢聊天的哦 要不我们聊 你不要骚扰她了 那你又是做什么的 我好像也没有正经工作 搞什么 你们的面试房间是事业专场吗 来 既下 你那么聪明 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吧 你要不要换 话题 话题 那你们都擅长什么 我也没什么擅长的 机会打架 打架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特长 那你擅长什么 我嘛 我的运气非常好 你准备用你的运气 带领我们赢的游戏吗 运气 不管怎么说 也是个不可控的东西 难道你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你果然很聪明 他的名字叫做强运 云瑶的回响 居然是强运 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吗 强运人们啊 谁的名字叫强运的 所以你可以百战百胜了 我差点忘了 你还不了解回响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 想要百战百胜 是绝对不可能的 回响不是一种超能力 而是一种信念 信念 我很难解释这种感觉 总之我的回响 并不会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甚至失败的几率还不低 也就是说 你有可能会发动强运 但也有可能会失败 嗯 就是这个意思 他莫不是疯了 这是什么狗屁回响 有时可以强运 有时则不 很难想象 他会凭借这么积厉的能力 大摇大摆的生存至今 他是怎么成为天堂核牌二号人 我们去参与什么游戏 子依 我感觉我们这支队伍很强的 遇到谁都可以碰一碰 可以 天人仔 上次我被绑住了 没发挥出来 这次给你露一圈 如果有什么比较危险的项目 我想第一个去试试 这 我感觉这支队伍到处都是问题 怎么样 其下 打试试吗 我试试 我倒是挺想知道强运的意思 要不然 你给我展示一下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次的组队目的是探查你们的实力 方便接下来的游戏类型分配 怎么成了你们考验我了 也就是说 你完全不插手 神猴而已 大多是智力类 或者灵巧类 这还能难倒你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直接跟对方赌命哦 赌命 节里还能赌命 要参加我的游戏吗 什么规则 我们得流从箱子中往外拿到 拿到最后一个到的人赢 行的人可以获得台面上的所有到 门票呢 门票即是箱中到 看你想出多少个 我比你出的只多不少 哇 这是随机门票的游戏 若是能赢 我们就真的赚到了 破坏啊 好赌啊 靓女 快拿一千八百个刀出来 这人改变是赢了 我们就直接回家 我浑身上下就一个小包 去哪给你变出一千八百个刀 猴子 你一共还剩多少 我 这我不能说 你怕我跟你赌全部家当吗 不管你是什么意图 我都不会透露自己的刀 有意思 那我们开始吧 我的游戏叫做箱中刀 我们将各自的刀分别放入这两个箱子中 我放入的刀只会比你多 游戏开始后 我们轮流从任意的箱子中 取出任意数量的刀 拿到最后一颗刀的人胜利 洞口很小 只能勉强伸进一只手 如果想要定制一个策略的话 很明显牵扯到一个先手或是后手的问题 那么谁先取 猜拳决定 赢了的人可以指定谁先从箱子中取刀 输了的人指定取刀的箱子 唯独不能指定取刀的数量 原来如此 旗下 你想读几颗 十颗 十颗 你有把握吗 差不多 云阳 开局的猜拳非常重要 你能用你的强运帮我吗 是 对不起 我没有把握 好吧 那我就自己来 旗下 你帮我一下 你的包该整理一下了 爱豆的包包 你别管 几颗了 九颗了 好了好了 找到了 十颗 我放进去 这是我 十二颗到 猴子 你出什么 这招对我没用 我不会回答的 开始吧 只能将一切都交往运进 这当天使用了跟自己玩去相复策 你果然花了心思 自始至终都不肯出剪刀 臭壤了 我猜拳向外很强 是吗 我自己先手 你来指定相反 十颗到哪 这个男人究竟是早就找到了破检之法 还是无意而为 一颗 你也不是个蠢人 觉得游戏有那么难吗 你觉得很简单吗 旗下现在的每一步走得都很酿 包括他故意书下猜拳 为的就是指定箱子 干嘛 现在故意的 我们不妨来模拟一下 此时一个箱子里有九颗 另一个箱子里有十二颗 你会选哪个箱子 又会拿几颗 我可能会把十二颗全部拿走的 那么我就会把另一个箱子的九颗都拿走 回来 那我在箱子里留下一颗 只拿十一颗呢 那我也在箱子中留下一颗 只拿八颗 下一回合我还是赢了 这么说来 下一个拿到的人 不是必输的吗 不 我喜欢的人 可不是傻子的 你说的也是 你自己说我傻吗 坏了 这样两个箱子就都是九颗了 这样下去 他会最后一个拿走包 猴子 这样可以吗 现在认输的话 我会给你留几颗道 看来归则不允许的书 否则 猴子也没有表现 哎呀 我好像明白了 这不就直接赢了吗 在两个箱子中剩下相同数量的道士 后手必胜 你确实很厉害 可是你疏忽了 疏忽 猴子也想归成书课 他总共从箱子中取三次 但别是一颗 一颗 两颗 软软一睡间 双方的历程被冤了 现在两个箱子中都剩五颗 接下来 无论其下 从哪个箱子中 取不什么颗 人猴也只会取出相同的数量 最后一个取到的人 变成人猴 哎 出老天要砍手指的哦 你个臭猴几次不是透球了 是 我作弊了 你能怎么样 我 这叫掌心藏法 魔术中最基本的手段 你是不是该庆幸 没有和我赌命 难道 人猴在某一次 渠道的时候 看似取了一颗 实在取出了一颗 这么致命的动作 你却没有注意 看来你轻敌了 是 我确实轻敌了 我们让游戏结束吧 没想到 他可以早就有人送这么多的刀 真是感激不尽 我也没想到 有人会提前帮我归龙好 同样感激不尽 是啊 你 什么 我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